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最近这五年来,我在自己的官方网站新增这些功能 购物色的功能,线上开课的功能 联盟行销的功能,电子报群发的功能 销售load的功能,表单问卷的功能 还有AI blog 的功能 以及线上会议预约的功能 我不会写程式,全都靠 WordPress 驾站的外挂软体 来完成这所有的功能 你是否学过很多行销课程 帮别人去行销商品,自己却没有自己的产品 你也不想要去直播带货 更不喜欢去寄货、囤货、批货和退货 也不喜欢被绑在一个工作地点而失去到处移动的自由 那请你一起来学习驾站的技术 包装自己的数位商品和你的顾问服务 你是一个内乡的人吗 你有想过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够快乐的过一生吗 你知道AI的来临会让内向性格的人更快成功吗 接下来的影片,我会分享自己一人创业 是如何达成自由工作到现在20年来的自在生活 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不喜欢到处去交际应酬,去换名片 你只想静静地面对电脑工作 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就是让你可以自由快乐工作 所必备的专业技能 我会分享以下六个主题 第一,拥有一个自己专属的网站可以如何去获利呢 第二,我不会写程式如何使用Wordpress自行驾站来获利 第三,学会用VPS主机再搭配Wordpress的架设无限多个网站 要如何去获利呢 第四,如何从Wordpress众多的外挂软体去找到无限的商机 第五,如何不花时间就有免费的助理 带着你完成Google的广告设定 让客户主动地找上你 第六,如何让AI的自动化功能 为你的每一个部落格自动产生文章 让客户自动来找你 以上这六大主题就是这个影片的内容 2024年的年度计划 我们要招收对Wordpress驾站赚钱有兴趣的工程师 你不需要会写程式 但是你必须很喜欢使用电脑来创造收入 并且愿意学习网路架构 例如网域名称 DNS的设定 架设网站的逻辑 研究各种网站的功能 这些好奇心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请继续看下去 我们开始吧 对于一个内向性格的人来说 安静的工作环境对自己是一种充电 例如写程式 写作 阅读 做简报 做设计 做音乐等等的工作 如果把一个内向性格的人丢去做业务工作 例如陌生去拜访客户 打电话去陌生开发 去参加派对 到处去商务聚会 交际应酬 虽然我相信你也有能力做好这些事情 但是你会在一天的结束之后 感觉身心相当的疲累 相反的 如果你是一个外向性格的人 你反而会因为大量与人接触 而感觉到兴奋 活力充沛 这是因为天生基因的不同 造成性格的差异 所以这没有对错好坏 因此 如果你想要快乐 充实地过好你的人生 选对适合自己的工作 永远比选择哪个工作的薪水比较高 来得更重要 因为这关系到你一辈子的成就发展 以及更重要的是你的身心健康 在我刚掏入职场的那个年代 网站架设是一项新兴的行业 许多公司都没有网站 刚好我任职的贸易公司 因为经常和欧美的公司往来 所以老板对于自己公司 官方网站的需求非常坚持 于是我才有了学习架网站的机会 帮公司用简单的HTML 架设公司的官方网站 时至今日 不仅公司行号有架设网站的需求 连个人创业都要学习架站的技术 也因为架站的需求急剧的增加 所以Wordpress这个不需要 自己写程式的架站软体 在全球大受欢迎 目前也成了全球市占率最高的架站软体 没有之一哦 我很庆幸自己生在这样的年代 见证了网际网路从无到有的诊断历程 透过架设网站的这项技能 也让我这20年来 可以比别人更早享受到远端工作的自由 并且在早期就已经品尝到了网路创业的甜头 从小我就是一个内向性格的人 很讨厌在人多的地方去社交 尤其是在我创业之前的三年 那时候在别人的公司上班 任职当时的业务工作 我必须去讨好主管 去讨好客户和同事互相竞争业绩 我其实蛮讨厌那样的生活 更不喜欢那种虚假的人际关系 直到2000年之后 学习了架设网站的技术 我的人生开始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以前上班是每天睡不饱 现在是睡到自然醒 以前是开车边吃三明治 现在是每天悠哉的吃早餐 以前是上班塞车边骂三字经 创业之后再也不用出门赶打卡 心里排除掉大量的负能量 心情变得超好 如果你也是个内向性格的人 你有办法待在电脑前 静下心来工作 那你就很适合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主题 拥有一个自己专属的网站 可以如何获利 有个从事XX工作多年的朋友 有一次去欧洲旅行 买了几个名牌包 在回国之后 把这些名牌包放在他的Facebook个人页 去销售 结果没几天就卖光了 他很开心 后来就越来越常出国 越买越多 想要多卖一点名牌包 但是遇到一个大问题 就是放在Facebook贴文的商品管理很麻烦 版面很杂乱 和客户沟通的时候很耗时 已经卖掉的品项 又忘记去删除旧的贴文 导致客户想要买的时候 又要花时间去询问 到底有没有现货 然后花了很多和客户的沟通时间 连带就降低了客户的购买意愿 有一天 他看到了别人在Facebook上面销售名牌包的方法 显得很整齐又很清楚 于是他就问我说 他们是如何做的呢 我就去看了一下 其实就是他们有自己专属的购物网站 紧紧有条地陈列所有的商品 然后把Facebook当成一个曝光的管道 再把Facebook的贴文连接到购物网站的商品区 就这样而已 因为网站的商品可以设定库存 去串接金流让客户去刷卡付款 去串接物流让客户可以在超商取货付款 解决了金流和物流的麻烦 少了许多人工对账和送货的作业时间 你的生意才能够做得顺利并且规模化 这就是网站的主要功能 之一 再谈到网站的行销面 你可以在Facebook或是Google刊登广告 并且在自己的网站里面去签入Facebook或是Google的像素代码 就能够让来过网站的客户一直看到你的广告 让广告追着客户跑 这就是再行销的效果 除了付费广告的曝光 还有网站SEO的免费曝光方式 也就是常听到的搜寻引擎优化 而现在又有AI的工具 能让你快速产生部落格的文章 让你的网站在搜寻引擎增加更多免费曝光的几率 你的网站不仅是个购物商城 也是个容易引流的部落格 如果你对于知识变现很有兴趣 你的网站还可以安装线上开课的外挂功能 在自己的网站销售影音课程 只要客户下单刷卡就自动开通课程 那你的网站就真正彻底成了24小时的网络印操机 个人驾站因为有了Wordpress的外挂软体 让你不会写程式也能够实现各种功能 因为外挂软体有全世界的工程师在开发 每天一直在推存初心 这已经成了Wordpress的生态圈 就好像iPhone的App Store 有无数的App可以安装 用Wordpress自驾网站 等于是一个可以无限延伸功能的获利机器 甚至还可以自己做出一个自动化的销售流程 让访客进入你安排好的销售漏斗 你可以利用外挂软体去达成这些功能 不用再去租用昂贵的Clickfunnels 或是Kachabi, Teachable, ConvertKit等等这些平台 学会使用Wordpress自驾网站可以如何获利呢 上面提到的这些自驾网站的获利方式 只是一部分的网站功能 但以能够满足大多数人在网络上 经营自己的品牌网站并且获利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些驾站的技术 你都可以自己学会 并且去帮助更多有需要驾站的人 来完成他们的网站 那么你提供的服务 几乎就是一个无本生意 可以让你的利润最大化 让你的工作地点和时间保持最大贪心 我自己甚至不曾和客户见过面 顶多就只是靠视讯会议就完成了简报的说明 最大的成本就是你的时间和你的技术 你不用去批货、囤货、寄货、退货 少了销售实体商品的行为 就大大降低了你的财务风险 让你的现金流更加的稳定 而我成立的Wordpress驾站俱乐部 就是要让你学会这些技能 并且在未来创办线上直播研讨会 让每一个会员都能够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并且都有机会获得讲师收入和接案的收入 学会用VPS主机再搭配Wordpress架设 无限多个网站 可以如何获利呢? 当你学会架设Wordpress网站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网站总是放在别人的虚拟主机里 例如Cloudways、Ginstar、Bluehost等等 必须支付每年数千或上万元以上的年费 如果你只有一个网站那还好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网站 成本就会急剧的增加 因为主机商的主要收入来源 就是利用效能的限制 来让你升级到更高价位的主机 来获取更高的营收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学会自己架设这个主机啊 那你自己就是可以管理众多网站的主机商 以我自己的收费方式来说 帮客户管理一个网站的后台 一年至少收八千块 租用给客户一个网站的主机空间 一年收四千块 所以一个客户一年至少就收一万两千块 当我租用一台云端的VPS主机 自己安装Linux的桌上系统 同一台主机加设100个客户的网站 我的一年维护收入就有120万 而我的实际成本只要付出一台VPS主机的费用 顶多就几万块啊 如果我是放在Kingstar主机 100个网站带管费用 一年要多少钱你知道吗 至少要50万 也就是说 你只要学会自己架设Wordpress专用的主机 大量管理客户的网站 每年就可以多赚40多万 而最大的成本 仍然是你付出的时间和你的技术能力 这就是Wordpress驾站俱乐部 想要让你学会的一技之长 如果从Wordpress众多的外挂 找到无限的商机呢 Wordpress本身的组成式功能很阳存 只能用来当成一般的形象网站和部落格 但是当你有其他需求的时候 就能够在庞大的外挂资料库 找到许多好用的外挂来满足你的需求 例如刚才我提到的 购物网站 甚至还有多供应商购物车外挂 还有现在最流行的 线上开课的网站外挂 或者是销售漏斗的 一页式网站功能外挂 还有电子报自动排程发送的功能外挂 还有AI自动写文章的部落格功能外挂 还有联盟行销分论的功能外挂 线上预约面谈的功能外挂 购物回馈基点的功能外挂 转介绍现金回馈基点的功能外挂 第三方社群 譬如说Gmail、Facebook、Line的登录功能外挂 还有所见及所得的Elemental编辑器功能 众多的布景主题外挂 还有串接第三方金流的功能 例如蓝星、绿界、红阳、统一金流等等的外挂 还有防火墙、防入侵的外挂 还有问卷表单外挂的功能 修改结证栏目的外挂功能等等等等 成千上万种外挂功能 我自己用过的功能 到现在还没有超过100种 每一个外挂软体就代表一个软体开发商 软体的功能有大有小 一个大型的外挂软体 例如购物车、WooCommerce 它本身就已经比Wordpress 主程式还要庞大 所以每一个架构庞大的外挂软体 其实就能够独立架设一个网站 独当一面 也因此Wordpress网站的主程式 它只是一个网站的架构 让全世界有的Wordpress外挂工程师 可以依照这个统一的标准来开发程式 然后销售自己的外挂软体来获利 形成一个全球最大的Wordpress生态系 如果你会写PHP 你也能够开发自己的外挂去卖到全世界 就好像那些上架手机APP到App Store的工程师一样 把软体卖到全世界 如果你不会写程式也没有关系 只要客户有需求 你都能用英文单字去搜寻外挂区 来找到相关功能的外挂 来满足你的客户需求 当你自己用Wordpress驾站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商业敏感度会开始越来越高 你会开始有不满现状的时候 你就会去搜寻更多的外挂软体 来满足你的需求 例如我在2019年 我开始想要利用Wordpress来销售我自己的线上课程 于是我就开始搜寻 和线上课程相关的外挂有哪些 当我熟悉了这些外挂功能之后 在2020年刚好爆发新冠疫情 我就有了商业敏感度 赶快到Facebook和Google去买广告 销售我已经用Wordpress架设好的线上开课平台 在三年之内就增加了100个客户以上 全部都是要卖线上课程的客户 第一年我花了将近50万的成本 把网站放在Kingstar的主机去代管 但是到了第二年 我就学会放在自己架设的VPS主机 可以完全自己掌控伺服器 让我的管理更方便 我不需要等待Kingstar的工程师的英文的回复 每次遇到问题都要等待他们回复 利润也多了40多万 所以用Wordpress架站 它的外挂功能就是一个巨大的商机来源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也可能是别人会遇到的问题 你可以用Google或ChatGPT去搜寻到合适的外挂 当你找到一个外挂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时 就是商机来临的时候了 Wordpress的外挂无限多 那也代表的未来的商品无限多 你可以利用多种不同的外挂 来组合成不同的套装网站功能 这样的销售方式 会比你一个一个客制化的结案赚得更快 因为客制化的结案 会遇到各种客户不同的需求 这是用来磨练自己的功力 你必须花大量的时间 来打成客户客制化的需求 而包套的网站呢 是将网站包装成商品化的过程 直接找到有相关需求的客户 卖给他们已经包装好的套装产品 不但能够找到需求统一的客户 也让自己的维护工作更轻松 当然收入也能够更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Wordpress 众多的外挂软体中 找到无限商机的原因 而我的方法就是在初期的前两年 为了磨练功力而少量的结案 后期则是主力放在销售套装化的产品 如何让免费的助理带着你完成Google的广告设定 让客户主动找上你呢 当你发现一款好用的外挂软体时 最好的曝光方式除了Facebook的广告之外 最精准会有转化率的其实是Google的关键字广告 因为当下有需求的人都会透过Google去找答案 例如我在2020年的时候 在Google上刊登 线上开课平台 这个关键字广告 成效很显然的 比我在脸书刊登的广告高出很多 大约10通咨询电话有8通都来自Google的广告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样的需求开始急剧的上升 而当时提供此类产品的厂商不多 所以业绩特别好 但是Google广告的后台设定非常复杂 我自己都常常迷路 如果你不懂得如何去设定关键字广告 又没有时间去上课学习 也不想花大钱请广告公司代操 我分享给你一个我自己的方法 就是直接加入Google的官方LINE的账号 和他们预约 Google广告刊登服务的官方人员 就会直接手把手的带着你操作设定 而且真的第一次购买的客户 Google关键字广告提供给你一万两千元的广告抵免额度 等于你还不用花到钱 就能够先找到立即有需求的客户 关键字广告好处就是有被点击才会收费 所以你要思考的就是 这个外挂功能能满足客户什么样的需求 而客户最常搜寻的关键字是什么 先把相关的关键字都列出来 然后再去买关键字广告 被找到的机会就会很高 然后先把一款外挂功能 特别制作一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说明清楚 让搜寻来的客户一看就能够了解你的销售 转化率就会特别好 如何让AI自动化的功能 为你的每一个部落格自动产生文章 让客户自动来找你 自从CheckGPT 3.5发布之后 国外有很多城市的高手 开始撰写了一系列的自动化工具 并且去利用Zapir之类的软体 串接平台 把多个软体串在一起 例如先用RSS 定时的去取得指定网站的内容 然后再串接CheckGPT 整理并重写文章 并自动抓取相关的免费图片 再过滤出文章的主题和内容 重新再把它组合成一篇对SEO友好的文章 然后再输出到你指定的Wordpress部落格 以前我们为了写一篇部落格 在Google搜集一堆资料 然后再花一堆时间去写一篇 一千字以上的文章 可能都要花一到三天的时间 现在这些工作交给自动化程式去执行 你只要设定一次 就能够每天产出新的文章 以前你的时间 只够你维护一个主题的部落格内容 现在你会不会觉得 一年去维护一百个部落格也很容易 所以未来不会用AI的人 肯定会被熟悉AI工具的人给取代 如果你是公司的小编 还没有搞懂别人已经这样子 在做大量的产出 你真的要开始担心 会不会被AI给取代 如果你还不会自己架设主机 那你租用一百个网站的成本 将会比别人高出五倍以上 你可曾想过 如果这一百个部落格 都是你自己的 分散成一百个不同的主题的部落格 你能如何获利呢 我给你一个简单的提示 联盟新销赚取分润 例如你去卖别人的电子书 卖Airbnb的租房 卖线上的订房网赚取分润 你用一百个网站 一个网站一个主题 去销售一百种不同的产品 每个网站只要专心卖一个种类 让这个网站在该类品项的SEO做到极致 甚至你还可以做成英文版的部落格 那你的利润会翻好几倍 别忘了AI的翻译功能 比Google翻译的还要好 而且英文市场比中文市场大了十倍以上 当你的资料量累积到够多的时候 甚至你还能够自制英文版的电子书 到Amazon去贩售 你有想过这些获利方式吗 好 以上六点是我简单的说明了 我自己这二十年来 自由工作者的经验分享 如果你对于这样的工作性质很感兴趣 我希望你能够听听 我要在2024年推广的 Wordpress驾站俱乐部 对于正想要就职 转职 创业 或是正在找寻人生方向的人来说 能够看到这个讯息 就是人生职业中的一个大好机会 2024年开始 我会成立一个Wordpress驾站俱乐部 我要召集一批对于驾站有热忱的人 从零开始交起 有潜入深 从最底层的租用云端VPS主机开始 自己安装Linux的作业系统 一键安装PHP MySQL LinuxSpeed Web Server的作业系统 然后再一键安装Wordpress的网站 让你有能力 在一台VPS主机里面 去安装上百个Wordpress的网站 每个网站的安装 都只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 不用写程式 只要点一点就可以了 让你在未来的日子 可以累积自己的网站贷款客户 让你的业绩 不会每个月都归零 让你成为一个云端的包租工 你的收入 不会因为一个案子的结束就结束了 因为你懂得如何贷款客户的网站 你每年都会有网站贷款的租金收入 这是可以长年累积的持续性收入 随着你的客户越来越多 你的技术越来越好 你的收入越来越高 但是因为你越来越熟练 所以你的工作将会越来越轻松 然后我会鼓励你 多拨出时间来研究AI的自动化技术 如果用AI搭配你的工作 让我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短 越来越简便 你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些不断重复的事情 都去运动 和家人相处 我们的生活就能够更健康快乐 Wordpress驾站俱乐部的目的 第一 教会你上述的六个主题内容 第二 发挥互助的精神 第三 来这里当讲师赚学费 第四 共享外挂软子的团购优惠 甚至免费使用 第五 会员购买牛奶爸制作课程 只要原价三折 第六 挑选一个信有的课程 免费送给你 我会在2024年开始公开这一系列的线上课程 成立脸书的社团 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办Zoom的直播研导会 一个人努力常常会有孤独无助的时候 尤其是面对电脑的网络问题 找不到人可以问 上一些免费论坛发问 有可能被不太友善的对待 只因为自己的程度很菜 问了一些让老手觉得很笨的问题 叫你自己先Google爬文 做完功课再来问 毕竟那是免费的社团 大家都很讨厌伸手牌的人 尤其在你还没有能力 为社群做出贡献的时候 问了不恰当的问题 自己也不知道 而在我成立的Wordpress驾站俱乐部 绝不会发生这种事 因为我会先筛选加入的成员 而且每个人都是付费加入 我们是付费社团 不是免费社团 你绝对有权利去提出 任何不懂的问题 我会在面谈的时候 就先了解你的程度 以便在日后能够针对你的问题 去回复你知识范围内的答案 我要让这个俱乐部 成为终身学习的社团 每个人可以互相学习交流 我会在每一个月 找一天举办中的线上研讨会 总结一个月来 大家遇到的常见问题 让大家一起互动 未来等会员们的程度进步之后 我会邀请你们来 线上当讲师赚学费 英文Wordpress的外挂多到交不完 每个人闭门造居 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透过分工合作 每个人可以分享自己接到的案子 丢出自己遇到的问题 大家去共同解决问题 快速增加自己的实力 我们的目标是让大家一起进步 去培养接案的能力 尤其是包装商品 套装销售的能力 只要是会员有能力去分享 你就来当讲师 其他学员只要付出一点点的学费 就能够在研讨会里面去听课 并且将研讨会录制下来 当成线上课程去销售 而销售的利润 我们会拨给讲师 当成额外的收入 非俱乐部的会员 也可以来上研讨会的课程 但是学费至少是会员的五倍以上 每个会员都拥有联盟行教资格 当你推广其他朋友来上课 你都有50%的推广奖金 我们希望 让越来越多内向性格的人 来培养自己的一技之长 并且获得高收入和自由的人生 很多外挂软体都有买越多越便宜的方案 甚至是无限版本的方案 只要我们的会员人数够多 都可以用团购的方式 去买到很多好用又便宜的外挂 每一个外挂都可以录成教学课程 每一个教学课程都可以让会员联盟行销 因为俱乐部的会员都有能力自己加设网站 所以你自己也能够制作并销售你自己做的课程 如果是会员录制的课程 或在研讨会录下的课程 放在我的网站销售 就依照讲师自己订定的价格去卖 若是会员购买牛奶爸自己制作的课程 就只要原价了三者 这是给愿意加入 Wordpress驾站俱乐部会员的感谢之意 我希望这个俱乐部能培养大家的一技之长 而且是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 Wordpress驾站俱乐部的会员 拥有三年的会期资格 第四年开始会有年费 但是如果你能够介绍一位好友 加入我们的Wordpress驾站俱乐部会员 你就可以取得永久的会员资格 不需要年费 最后我会送给每个俱乐部会员 一个免费的课程 你可以自己挑选 请看这个网址 而关于Wordpress驾站俱乐部的会费 因为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加入俱乐部会员的金额 每个人都不一定相同 我会根据每个人的程度 给予不同的定价 所以我要一对一面谈 因为对于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可能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 我一定要给予更优惠的价格才公平 以下是我一对一面谈的预约申请表 我有设定预约面谈一小时的价格是100块 当你预约了时间之后 会跳出结账的画面 请你完成结账 才会完成有效的预约动作 这是为了防止有些人 只是为了好玩而来预约 一个小时的面谈收你100元 应该不过分吧 因为我给你的优惠 至少上千上万元 也可以过滤掉一些奇怪的机器人 我相信这样的俱乐部你很难找到 价值至XX以上吧 但是我会收的会员费不到五分之一 因为你去职训半年课程十几万 也不会教你这种技术 并且去结合商业知识 和后续共同成长的社团福利 你跟我预约就知道 你会付多少钱了 我只是让你先了解一下行情 你才不会害怕来预约 没有信用卡的人 也可以持手机去超商缴费 所以人人都付得起 只看你要不要一起加入这个大家庭 一起进步 愿意加入的人 赶快把握时间和我一对一 点击下面的一对一日期时间和我预约 谢谢你看到最后 有任何问题先写下来 我们一对一面谈的时候 在线上用zoom来聊 预约的时候 先选择日期、时间 下一步完成结账100元 你会收到email的通知 请记得把预约的日期 加入你常用的行事曆里面 别忘了 我们的约定 这100元不会退还 请重视你与我的时间约定 预约功能 如果有状况没办法用 可以在网页的下方 有我们的LINE官方账号联络 感谢你看到最后 谢谢 好,我们这一集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说我们在几秒钟之内 就可以建立一个网站 以及我们之后 为什么能够管理上百个网站 在同一台主机里面 它非常简单就是因为 我们在Linux的作业系统里面 安装了像这样的一个叫 C-Panel的东西 C-Panel其实它全名叫做 Control Panel 就是控制面板的意思 也就是你不需要用指令 像以前是这样下指令的方式 去控制一台伺服器 因为我们已经安装了 这个控制界面 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 在控制界面里面 有它的使用者 还有它的网站 事实上我们不会用到太多的功能 因为我们主要是用来做网站的管理 其他的像DNS的伺服器 你不需要在自己的主机里面去架设 因为我们是把它放在Cloudflare 是全世界最大的DNS主机平台 然后我们这边要用到的功能 就只有Website网站的部分 所以我们进到网站的部分来了 我们马上来架一个网站 这边有个CreateWebsite 我们把它建立一下 这时候我们只要选择预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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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管理员 最主要的是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用TESTS1.Cocot.com 这是我自己去买的DOMAIN NAME 这是我自己要在前面 比如说你要TripleW或者是要自己的子域名 然后你就放入你自己管理员 还有你要选择PHP版本 那我们一项都是选择最新的PHP版本 以及我们要加上免费的SSL 它这个伺服器也可以帮你设定免费的SSL 不用再去额外的购买SSL 也不用花时间去搞清楚到底什么什么是SSL 好就这样我们按一下Create Website 好这时候它就在跑了 而且它正在安装你的SSL认证 所以你架完一个网站之后 你的SSL认证完成了 就可以有https开头的网站 然后它在做SSL认证的时候 这段时间会比较久 因为它要去验证你的这个网站本身 DNS的A记录 有没有指向这一台网站的主机IP 好那DNS的验证非常的快 一旦验证完毕之后 你的网站就架好了 好我们这时候进来到这个网站里面来 Test这个网站 我们按一下管理 进来之后呢 底下这边有一个安装Wordpress的按钮 直接把它点下去 这个就是我说的一键安装的方式 然后这边就写一下这个Wordpress的站名 然后这个是登录的使用者 这个是自己取名的 就是Wordpress网站的管理员的使用者帐号 还有密码 还有你要用哪一个电子邮件 当做你的管理员电子邮件 好这时候按下install now就可以了 也是一样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就可以安装完毕了 这个流程就是踏到云端去下载最新的Wordpress核心程式 然后再安装LightSpeed的快取程式 让网站可以更快的载入 好这边successfully安装完毕了 好这时候你就会看到这是Wordpress的预设网页 这是2024年版的2024年版的预设Wordpress网站的template 就是它的布景主题 已经安装完毕了 所以我说为什么安装一个网站只要几秒钟 应该说几十秒 几秒太夸张了 几十秒钟就安装完毕了 至少你完全不用写程式 你只要点一点它就安装完了 是不是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 website这个地方 list website就是列出你所有的网站 你看我目前装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五个六个网站 七个网站八个网站 所以在这边 如果你安装100个网站在同一台主机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只要你把你的网站效能提升 你就可以安装很多个网站 没有限制 你可以安装几百个上千网站都没问题 但是你要考量到 一台伺服器的管理复杂度 以及它的效能的上限 所以我说 如果你在六个CPU或八个CPU的主机的话 你可能可以安装到100个网站以上 甚至到200个网站 但是如果你CPU等级没有那么高 效能没有那么好 我们还是建议你安装在100个网站以下就可以了 以上的示范就是快速的告诉你 如何用这一套C-Panel Control Panel自己去控制的Linux的面板 去架设你的Wordpress的网站 非常容易管理 所以这套网站的管理界面 很少人知道 这也是我希望交给我们 Wordpress网站俱乐部的会员 大家可以用更轻松的方式去管理你的伺服器 管理你上百个客户的网站在同一台主机里面 让大家节省更多的成本 节省更多的时间去管理你众多的客户网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